秋高氣爽, 當然是去郊遊打卡 看芒草了 沒錯, 香港有很多地方 都有芒草看的 最出名的當然就是大東山爛投營 其次, 全港最高的大霧山 由於有交通到達山頂 也是很受歡迎的看芒景點 年年都看芒 今年不如先試試新路線 這次帶大家去一個近市區 少人去的天空之城, 出發 提到另一個名字, 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 就是黃牛山 位於馬鞍山附近的黃牛山, 高604米 由於山頂位置有大型石鎮而得名 既有氣勢磅駁的石天窗 每年十一、二月 又有滿山金黃的芒草美景 我們又怎能錯過呢 不過, 黃牛山路途陡峭 非常具挑戰性 為了節省腳骨力 我們選擇坐遮到基維爾營地附近 大一海拔420米高的山徑入口 作為起步點 來到094這條標杆柱 就是我們今天的起點 這裡就是麥利浩徑第五段 以及第四段的交界 我們現在就沿著第四段 逆走上去, 出發 一開始就要走一小段樓梯 但很快就會到達平路了 沿路有很多遮蔭位 對, 所以走的時候也非常舒服 這條路也算平坦 不過碎石也比較多 所以大家走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來到這裡要好好享受 因為一會兒就是汽浴了 沒得遮蔭, 很熱 在綠樹遮蔭之下 我們繼續沿著斜路慢慢攀升 當我們走到來 看到花心坑這個牌 我們就正式離開麥利浩徑 沿著這條路一直上去 不過路面有點崎嶇 所以大家走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上到中段 會看到左邊有兩張木椅的休息位 走到累可以坐一坐 但記住, 上黃牛山 就要選最右邊的路線繼續前行 沿路走上來, 現在就到氣浴了 因為樓梯級都非常斜 而且沒有遮蔽, 剛才比較曬 但是為了拍到芒草, 為了拍到那張漂亮照 我一定會上去, 繼續加油 還沒到嗎?大家省安無躁 因為很快就會到另一個打卡位 石瓦杯 來到石瓦杯這裡有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在這塊大石上 可以撲嵐整個景色, 還看見沙田 我也不撿輸, 拍照了 這裡視線開揚, 拍照一流 還有錯落有志的群山做背景 還可以飽覽城門河風景 一點都不舒適 看完美景就進入最後直路了 上到石瓦杯頂 沿山直向前走就是黃牛山 現在沿路沿上山 越來越多芒草, 很漂亮 好, 再拍給大家看看 希寧看到芒草就一枝箭地加速 急不及待相影漂亮的照片 但這個時候要更加小心 因為路線集草重生越來越模糊 還開始多碎石 終於來到這裡了 各位觀眾, 天空之城 附近還有很多芒草 沒騙你 黃牛山整個山頭都佈滿芒草 黃昏時分, 在陽光影照之下 一片金黃色的芒草海, 隨風飄動 這個畫面真是八漢不厭 別說了那麼多 快點再拍幾張漂亮照片 照片是否拍得很漂亮呢 其實拍芒草也有些小技巧 第一, 就是要逆光拍 那才能拍得看芒草金光閃閃靃逼物 第二當然是穿正式衣服 所以可以特出一些芒草和自己 除了芒草 黃牛山的另一焦點 就是山頂的奇石鎮 其中由石天窗最受歡迎 只要上網搜查一下 就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拍照,打卡留念 這個由幾塊巨石堆疊而成的石裙 中間有一個胸隙 看起來就像在崖邊的一線窗口 在胸隙底部有另一塊石頭 放在這裡,形成一個石台 可以給大膽的朋友,像這位一樣 站上去拍照 看看窗外的風景 一座座膠疊的山峰 腳下深不見底的麥林 還有一個鹹蛋黃 完全沒有遮掩、沒有染,大放鬆 但是我看到有腳震震 因為這裡一點安全措施都沒有 而且下去天窗的路段非常驚險 斗峭的沙石路面需要手腳併用 以及油繩輔助上落 不過也不一定穩妥 所以過來拍照之前 設計要衡量風險 看完芒草海和石天窗 林杏前去賣黃牛山最高點 飆高處那裡拍照才離開 這次來到黃牛山 雖然路程有點崎嶇 不過上到山頂看到一大片芒草 拍出來的照片還有鮮氣 我覺得挺辛苦,但值得的 其實芒草不單在山上有看 海邊也一樣有 近地在里漁門也能找到 由排放位置沿著海邊走 首先會經過燈塔 第一站,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海風 用燈塔做背景 拍幾張文青照片 然後向馬背川方向繼續走 會去到天后古廟 我們經廟前的梯級入村 再穿過一段內行 就來到目的地了 這裡就是里漁門的舊石礦場 就是因為它荒廢了 所以給了很多位置芒草去生長 也成為很有名的打卡點 這裡的芒草 感覺上好像沒有山上那麼貌密 其實是因為它們集中 生在海邊近廢屋和石牆的位置 只要選對角度一樣拍得到 而且現場環境還提供廢墟攝影的效果 這麼特別 難怪不少人專程走來拍照 來到石礦場除了拍芒草之外 當然要來到天空之鏡 這個天空之鏡 其實是石礦場海邊的小石灘 當潮退的時候 部分海水留在石灘之內 形成一個平靜的水面 大家利用水面的倒影 就會拍到照鏡的效果 不過要拍到一幅這麼靜的天空之鏡照 也有些小技巧 拍攝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呢? 最重要是相機比較近水面 還有水位低一點, 潮退的時候來 還有, 水面如果是風平浪靜一點 就會更像 看看這位人興躺起來 是不是幫喜寧拍得很漂亮呢? 如果附近沒有水, 怎麼辦呢? 不要緊, 用兩個電話都搞得好 很簡單 我們利用電話螢幕自製天空之鏡 首先將一部電話 放在另一部電話鏡頭的下面 側面看就像呈現T字形一樣 螢幕反光會製造倒影 只需要調節擺放的角度 就會形成天空之鏡的影像 是不是很簡單又方便呢? 兩條路線各有特點 希望行不行山的你 都可以找到芒草盛況的美景 拍攝一輯深水美照 已經那麼穩命了 希望留給大家 uh 開掌 遊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